答答答答答答好了 不完尝了 我是刚刚从拍戏的片场 经历了漫长一天的拍摄之后 最近拍摄的过程让我觉得非常的兴奋和激动 而且我敢保证就是最后拍出来的东西一定会让大家很惊喜 因为每一个画面都让我能从中学到更多的东西 而且最近自己也越来越放松 也可能正是因为这种状态 自己最近特别迷恋2000年代的东西 比如说我买了很多个来自2000年代的诺基亚手机 像这个像游戏机一样它有非常炫酷的外观 然后就成为了我现在配饰剧一 还有我之前微博上发过的一个滑盖手机 反正都现在回想起那些00年代的东西都觉得特别美好 然后那个时候这个世界的氛围也更可爱一点 大家都很轻松 然后可能会给它手机上挂上沉甸甸的挂链 然后会去租影碟的店买自己 租自己最喜欢的偶像剧 然后我姐会坐在我爸的自行车后面打电话 和她的男朋友 都是一些让人怀念的东西 然后进入正题 接下来我要进入我今天的任务 不是吃这盘蛋糕 是要去青岛最有特色的一个夜市小世界 挑战一个非常难以完成的任务 然后挑战开始 哈喽大家好我是姚石 然后我终于结束了今天一天的工作 然后来到了青岛最有名的一条小吃美食夜市街 叫做灯州路 今天他们给我的一个任务 虽然今天穿着非常嚣张 但是先走着看看吧 但不被认出来 也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好开始了 大家看我的眼神又是 哈喽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姚石 你们会认识我了 你们会认识我了 啊好可爱 好可爱 哈喽886 在高中的时候一直都很想去大街上卖唱 然后因为自己特怂 然后是一直没能成型 前一阵子剧组的朋友去大街上唱了一次歌 然后看到他们在朋友圈发的视频 觉得特别羡慕 一定会很开心的 啊 因为他们真的是一群非常可爱的 啊 我突然想到一个好朋友 好办法 因为明星出街的时候会戴口罩 然后 啊 哈喽 哈喽你好 啊随机问哪我叫什么名字 姚齐 哈喽 哈喽好感动 可以可以可以 你是唯一一个认出我的人 谢谢 太好了 我终于被认出来了 yes 加油 谢谢拜拜 拜拜 请大家恭喜我吧 我任务完成了 然后任务完成了 我非常开心 接下来我可以去享受青岛夜市街的饕餅盛夜 我大快朵鱼了 来这儿真的目的当然是吃海鲜了 这个叫什么来的海鲜大咖 嗯 新鲜的海鲜和在内陆吃到真的不一样 嗯 这是我刚提到波罗骨老肉 因为我自己也会做它 但是不知道有没有做的好吃 嗯 我就知道会不会有做的好吃的 没错 完秒 烧烤 烧烤我还觉得鲜的就要是 但也不赖 好啊 今天我的拯救无聊之旅已经结束了 然后 在这个过程中也收获到了非常多 哎 让我心满意足的东西 现在 我也准备 收拾走人了 然后 希望看完这个视频的你们也会 变得开心一点 希望他拯救你们的无聊 再见了 我要离开熟悉的地方 和你要分离 我眼泪就掉下去 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 你会儿换了 你会儿 也会儿